有一位云水僧人听人传说 无相禅师禅道高妙 和他辩论禅法 适逢了禅师外出 适者沙弥出来接待 这个沙弥就说 我师父不在 有事我可以代劳 小沙弥讲 云水禅师说 你年纪太小 不行不行 小沙弥说 年龄税小 智慧我可不小啊 云水僧一听觉得还不错 我考考你 他用手指 笔划了一个小圆圈 然后呢向前一指 小沙弥一看 摊开双手 画了一个大圆圈 云水僧 伸出一根手指头 小沙弥伸出五根指头 云水僧再伸出三根指头 小沙弥用手在眼睛上 壁划了一下 云水僧 云水僧 成红成晃的 跪了下来 磕了三个头 掉头就走 因为这个云水禅师 心里想 我用手比了一个小圆圈 向前一指 我是想问他 你胸量有多大 他摊开双手 划了一个大圆圈 说我的心量有大海那么大 我又伸出一个手指 问他 你自身如何 他伸出五指说 我受持五戒 我再伸出三指 问他 三戒如何 他指一指自己的眼睛 说三戒 就在我的眼睛里 一个小沙弥 长且这么高明 不知道 无相禅师的修心啊 有多深啊 想一想 我还是走为上策吧 后来 无相禅师回来了 小沙弥呢 就报告了 上述的经过 他说 报告师父 不计为什么 那位云水禅师 知道我在俗家的时候 是卖烧饼的 他用手比了一个小圆圈 说 你家的烧饼就这么一点大 我摊开双手说 有这么大呢 他伸出一个手指说 一文钱一个吗 我伸出五个手指说 五文钱一个 他又伸出三个手指说 三文钱能买一个吗 我想他太没有良心了 我就比划了眼睛 怪他 你怎么这么不失货的了 不想他吓得逃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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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米亚你懂吗 小沙米茫然 一点都不懂 佛法讲究机缘 禅就是机会 加上缘分 禅道就是让你懂得 我们在生活当中 无时不禅 无处不禅 无人不禅 无事不禅 也就是说 不管什么时间 不管什么人 不管什么事情 都有一个机会 和一个缘分在里面的 禅食当中 有造舟茶 云门饼之说 都是禅 俗语讲 讲者无心 听者有意 过 无相禅时月 一切皆拔也 一切皆禅也 禅 其实就是对别人的一种理解 善待自己 就是一种禅定 心情舒畅 控制好自己的内心 就是禅定 一个人能够懂得人生 多一分快乐 少一分忧伤 多一分真实 少一分虚伪 多一分精进 少一分懈怠 这就是禅 这就是禅啊 禅道 让我们懂得了 人活着不难 而要真正的理解 活着 你到底是为了死